CBA3消息 56号裁判或被严惩 上海报价黎一扬 贺希宁要求顶薪 56号裁判或被严惩 北京时间5月5日 浙江南岚与深圳南岚的比赛 虽然已经落下帷幕 但是关于这场比赛的争议 却愈演愈烈 究其原因就是 三位现场裁判毫无底线的黑哨 完全就是把现场的球迷 当成了空气 最终的结果不仅让浙江队胜之不武 甚至还有可能搭上自己的职业生涯 据知情人士透露 已经有专业人士搜集材料 准备实名举报现场三位裁判 涉嫌黑哨 要求中国篮鞋严肃处理 在这场关键的比赛中 三位裁判疯狂吹了54次犯规 尤其是在最后一节 深圳南岚开局28秒 就吃到了4次犯规 这样的情景在联盟中实属罕见 对于现场裁判偏袒性判罚 深圳南岚主帅郑永刚 冲进场内聚力力争 不过让人遗憾的是 郑永刚不仅没能改变判罚 还让自己吃了一个 这三位裁判分别是 56号主裁判韩许 45号第一副裁判李承心 101号第二副裁判王万松 这其中不得不说的 就是主裁判韩许 在其职业生涯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判罚 一个是连吹两个技术犯规 将杜峰驱逐出场 另一个就是在2012年 青岛与八一对阵的比赛中 出现了严重的错漏判罚 甚至还被麦迪骂为瞎眼老鼠 麦迪的言论 在当时也是引起很大的反响 值得注意的是 韩许作为一个老资格裁判 至今依旧没能成为国际级别 估计是受到了这件事的影响 在联盟中冤假错案很多 但是像这种明目张胆 把球迷当成傻子的黑哨 确实少见 国家体育总局在两会上 明确提出要严查黑哨问题 这次很有可能就会撞到枪口上 上海报价黎一阳 众所周知 CBA联盟自从成立的20年来 一名优秀的后卫 始终都是俱乐部最稀缺的资源 理从现在的球员阵容来看 辽宁南篮拥有亚洲第一后卫 现在正在为冲击本赛季的 总冠军而拼搏 广东南篮因为拥有赵锐 胡明轩 徐杰 让广东南篮在常规赛 好取11连胜 而备受球迷争议的浙江 与深圳南篮的第五轮比赛中 虽然不能否认存在主场上的情况 但是如果深圳南篮 能够拥有郭爱伦那样的后卫球员 想必早就进入总决赛了 由此可见在联盟中 一位靠谱的后卫是多么的重要 近日 上海南篮传来消息 刘鹏担任代理主教练期间 或将迎来第一位后卫线的补强球员 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上海南篮管理层 已经和福建南篮球员黎一阳沟通 双方就合作的事宜 已经基本达成一致 在下赛季 黎一阳将会加盟到上海南篮 熟悉黎一阳的球迷都知道 黎一阳并不是科班出身 虽然是选秀球员 但是依旧没有掩盖黎一阳出色的表现 虽然在联盟中 并不能算是顶尖的后卫 但是作为首发球员 足以证明黎一阳的能力 其实上海南篮签下黎一阳 也算是一种妥协的做法 上海南篮管理层 最初的目标是广东南篮的赵瑞 只不过即便是拿出顶薪条件 赵瑞依旧不为所动 总之希望有了黎一阳的加盟 上海南篮能够取得预期的成绩 贺希宁要求顶薪 北京时间5月5日 据知情人士透露 深圳南篮球员贺希宁的合同 将会在今年夏天到期 而贺希宁对续约的要求非常明确 那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份顶薪的合同 如果深圳南篮不能满足贺希宁的条件 贺希宁将会考虑离队 对于贺希宁如此强硬的表态 很多球迷表示了不理解 虽然贺希宁看起来实力不错 甚至还入选过国家队 但是贺希宁在本赛季的状态实在是太不稳定了 尤其是到了越关键的时候 郑永刚根本就指望不上贺希宁 不仅如此 贺希宁特别容易自信心膨胀 导致一些不应该的低级错误的出现 总体来说 贺希宁对自己的表现还是迷之自信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往往就会有太多自己的想法 比如贺希宁在第五轮的比赛中 贺希宁根本不相信队友 即便是有空位传球的机会 贺希宁依旧会选择自己持球突破 更关键的是 郑永刚指导的执教风格 是很难完全驾驭贺希宁的 如果深圳南篮不愿意顶心续约贺希宁 你觉得贺希宁会选择离队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